你好我是Joyce 沙拉越一代政治巨人前任沙拉越元首 敦批显斯里太一麻木今天凌晨与世长辞 享受87岁 沙拉越政府通过沙拉越总理署公关单位发文告证实 敦太一麻木是今天凌晨4点40分在首都吉隆坡市市 已故敦太一麻木于1936年5月21号出生在梅里 并在阿德莱德接受培训律师 自1963年成立马来西亚以来 敦太一麻木一直活跃在沙拉越政坛 已故敦太一麻木从1981年3月26号就任沙拉越第四任首席部长长达33年 是沙拉越乃至全国担任首长职位最久的领导人 已故敦太一麻木从政期间帮助沙拉越从20世纪60年代的一个落后地区 转变为如今的现代化和进步的沙拉越 之后已故敦太一麻木在2014年2月28号宣布辞去首长职 接着在3月1号出任沙拉越第七任元首 直至上个月由敦望朱乃迪接过沙拉越元首的棒子 已故敦太一麻木的遗体预计今天下午1点从吉隆坡运回沙拉越 预计大约下午3点30分抵达古境国际机场 已故敦太一麻木遗体运抵古境后将直接运往巴格陆迪马再野 也是敦太一麻木生前的私底 沙拉越仪式将在明早8点到11点30分在沙拉越立法议会大厦举行 接着已故敦太一麻木遗体将再往德迈牧原安葬 另外沙拉越政府宣布全沙拉越将从今天起进入为期两天的哀悼期 同时清真四合祈祷室受促举行祈祷仪式 免怀已故敦太一麻木 谢谢收看我是Joyce 更多新闻资讯报导请继续留守陪伴着你的TFM